我到底做了什么 只看桑桑仰天一声轻笑 道道无穷尽的黑暗魔器从身体中迸发 就连这细灵长教都心中惊骇 只因荒原魔宗接纳了宁缺和桑桑 引来所谓正道修饰的不满 当即令大军集结进犯西荒 硝烟弥漫 嘶吼声响彻云霄 无数魔宗将士血剑当场 桑桑看着眼前这人间炼狱般的景象 内疚感油然而生 想来反正已是命不久矣 不如坦然面对这一切 这日两军厮杀之际 桑桑的大黑马车忽然闯入战场 无数黑压盘旋上空 所过之处 风云变幻 一道肃杀之意席卷而来 魔宗众人见状只道是明军险胜 慌忙跪地攻营 没想着车门开启 竟不见宁缺身影 夜红于心中一惊 知晓其定是隐匿暗处 果然 人群中一道金光乍现 一道箭矢如流星般射出 却不想被这掌教挥手便拦截下来 宁缺此刻不敢停歇 紧接又是一道原石三剑 在人群中轰然炸裂 原石三剑共十三只 如若这般被宁缺戏弄 这西陵神殿颜面何在 可无奈 宁缺的身影实在太快 却看着熊出墨不慌不忙 眼神看向场中的桑桑 一道声音肃然响亮 这熊魂的声音夹杂着一道猛烈金光 朝着桑桑便席卷而去 熊出墨果然还是拿捏宁缺的命脉 那金光即将挥到之际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拦在桑桑面前 想不到触破致命境界的宁缺 竟能挡住这掌教的浩天神光 西陵掌教作为浩天道的领军人物 自不会将宁缺看在眼中 就见其手中金杖挥动 身后无数将士高呼一声 光明不灭 正道永存 这权杖瞬间将空气中的天地元气吸收 不过片刻 一道圣洁的光柱 从权杖顶端升出 直奔宁缺而去 宁缺哪里还敢用身体硬拼 直接从身后掏出那柄大黑伞 本以为这冥王的圣物能轻易化解浩天神灰 可宁缺终究还是低估了熊出墨的实力 这光与火融合的强大力道 直接将宁缺震退出去 那余威朝桑桑袭来 不想桑桑进步闪不避 就看到无数黑鸭朝着火球冲去 不过片刻 这浩天神灰便消散了去 而桑桑也因释放太多的念力 身体再也无法支撑 一道阴寒之力席卷全身 只觉体内的生机在不断消散 看着眼前这帮道貌岸然的正道之师 桑桑心中不紧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一声怒吼 桑桑体内的阴寒气息再也无法压制 数道滔天黑气从桑桑体内迸发 这气息直冲天穷 就看起缓缓上升 只觉有无数力量从内到外 要将桑桑撕开 或许桑桑自己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正在死去 还是正在新生 不过片刻 桑桑竟稳稳地落于地面 毫发无伤 宁缺听把心中一痛 将桑桑紧紧搂在怀中 雄出莫才懒地看着两人腻挽 当即一月而起落于场中 他不知道觉醒后的冥王之女会有多强大 只想尽快解决这场纷争 就看起口中念诀 手中掐指 无数金光游离周身 忽然向前一跪 一道浩天神灰从苍穹落下 将这悉灵掌教戎罩 忽然间 一股地动山摇之势袭来 狂风呼啸卷起千层浪 只见一条巨龙从天地间缓缓攀升 其场面之宏大震惊了场中的所有人 只看这巨龙朝着两人冲来 宁缺此刻已是来不及反应 带着魔宗的勇士疯狂向前冲杀 然而这一切 显得那般微不足道 这巨龙游似浩天的神法 一边倒得碾压重 反应过来的宁缺绝不对 带着众人赶忙向后逃窜 唯独桑桑 眼神中是那般的平静 缓缓地向着巨龙走去 即便是宁缺拼命拉扯 也没有将其拽动 就看桑桑手持那把大黑伞 跟着巨龙盘旋升空 宁缺此刻终于是慌了 他不知道桑桑为什么会变得这般冷漠 仿佛像是换了个人一般 这一声呼喊终于唤醒了桑桑一丝神识 可桑桑只是回眸看了看宁缺 随后依旧神情木讷地向上而去 就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夫子 看到这一幕甚是脑脑 一道念力是出瞬间掠过巨龙的身躯 欺人太甚 屁